大家好,今天繼續講華為的新聞 自從特朗普下令封殺華為之後 Google願當馬前卒 首先限制了跟華為的一些新手機合作 之前我拍的影片已經講過了 華為的手機海外的市場基本上從此就泡湯 新加坡有一個新聞就說 他們的人買了P30沒來 現在二手價只是原機價兩成是劈價買出 因為對海外的人來說 如果沒有Google系統基本上就等於作廢的 坦白說如果你有華為P30的手機 如果你願意用兩成的機價或者更低 我是願意收購一部的 用來拍照我想是挺好用的 無論如何手機當相機 關鍵就是有些人馬上指出 我們華為是不需要依賴國外市場也能生存 不至於覆滅 我們有十幾億的人市場 此其一 此其二就是 手機只是華為的配賽而已 華為還有其他的基礎建設 尤其是5G這些還是領先的 但問題 華為的三分一核心供應商是來自美國的 現在除了Google之外 已經宣佈限制或者終止和華為合作的公司 還包括Intel 博通 高通 等等這些公司 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提供了很多5G的基礎建設 以及伺服器的晶片 華為的5G建設 尤其是和歐洲簽了合約的那些 一帶一路國家簽了合約的那些 能不能夠履行合約呢? 如果不能夠履行合約 我相信2019年是影響更深的 原來華為的產業佔了深圳的GDP超過10% 那就是如果華為一旦覆滅呢 或者受重創呢 那深圳的GDP是會嚴重插水的 不單止華為 就是依賴華為而生存的供應商 他們的產業鏈在深圳 加起來的GDP 連同中興等等 很可能是超過兩成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深圳的GDP插水呢 很難避免 那今天我不是重點說這件事情 今天想重點是回應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我們可不可能制裁蘋果 作為一種反制的報復 復仇者聯盟 就是在學理上是做不做到這件事情的 因為我昨天看任正非的講話 他就說不要以為買華為就是愛華 制裁蘋果就是愛國 他就呼籲了 他說他們家裡的人都是用蘋果的 大家知道了 蔣公主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的時候 全新都是蘋果產品 我之前也說過 我認為蘋果的產品 雖然他的手機在新一代上 是沒有華為那麼好 其他功能可能沒有華為那麼好 但是我自己個人的用家認為 IOS的系統 遠比華為甚至遠比其他Google的系統是好很多的 我自己親自玩過華為的手機 我問了朋友借過來玩 自己也去過風雜玩 那無論他的手機技術有多好 有些人說他是造假的 但不是的 我真的用過的 我的確是覺得比iPhone好一點 但是呢 關鍵就是蘋果很多 是一個比較完善的系統 而且安全性高 他不需要下載很多APP 他大部分都可以做到 譬如說AirPlay 他可以做到 他拍照的功能 他不需要下載尾圖 他基本上可以改了很多圖 而且拍得不錯 撿相撿得很好 等等 還有很多功能 還有他裡面有Page Numbers Keynote 這些對我來說 基本上是不需要用Microsoft的 如果你用熟了這些 你就覺得Microsoft Excel Word Office那些 是沒有那麼好用的 但是不是想說這件事情 今天最想說的是什麼呢 到底我們不能夠透過制裁蘋果 因為蘋果有百分之十九的生意 是來自中國的 如果制裁蘋果 其實你重創美股 但是重創美股的同時 你是重創中國的經濟 雖然蘋果在中國代工 佔中國的GDP 其實不是很多 但是他僱傭的員工很多 這個此其日 此其日就是 由於蘋果主要生產地是中國 它很多連鎖的行業 供應商都在中國 那些光學啊 那些手機的零件啊 甚至乎周邊的產品啊 麥克風啊 那些都基本上是中國生產的 如果一旦你是徹底制裁蘋果的 其實現在蘋果有兩條路 要不就搬了部分的生產線去印度和越南或者其他國家 那就應付入口美國和出口歐洲那些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呢 中國的銷售就留在中國做 這個是最合理的嘛 但是如果你徹底打壓蘋果呢 其實你就迫使它的產業列鏈提早搬走 這個是對中國 是嚴重的不利的 由於現在我們經濟下行已經是無可避免的情況 即使不是貿易戰呢 我們經濟收縮下行呢 都是難以避免的 如果你這樣做呢 其實就加速了中國經濟硬著陸的風險 所以我認為呢 提出這些人呢 實在是誤國 崇禎在梅山上吊前呢 就是這些在那裡慨嘆嘛 這些大臣誤我 事實上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呢 在內地提出最硬的人呢 實在就是誤國最深的人 好了 第二個問題 就是一些國內的鷹派 實在是誤國的 它就提出了一個意見 你要救回華為 有一個方法的 就是用國家行政的力量 限制中國國內的手機 Opro啊 小米啊 這些都是用回國內自己生產的OS系統 那這個就是誤國的行為 為什麼呢? 由於呢其實現在世界上很多人都嘗試 開發自己的OS系統 即使不是OS系統啊 你可以繼續用Android的 你可以生產一個Google Play的代替品 其實之前Samsung、Panasonic、LG、Nokia都做過 都不成功了 因為Android擁有壟斷的優勢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自己生產一個當然是做到的 但是呢 你又等同放棄了中國手機業在海外的市場 我今天才看了資料 原來每年印度賣的智能手機 是億幾部 而小米是排第一的 那麼緊隨其後呢 其實頭五位呢 只有一個是自己印度本土的手機 就叫做Microcom 其他都是大陸的手機 在這樣的市場 就是全球最大頭兩位的市場呢 如果你是放棄了歐洲市場 歐美市場 以及放棄了印度、東南亞市場 其實你就是 實在是自取其辱的 所以這些五國的建議 打到底的建議 實在是很可笑的 但是我自己認為 就是華為倒閉 其他中國的手機其實是有取代性的 比如說小米啊 Opro這些呢 它是可以吸納到華為的生意 所以呢 之前金燦榮就說 會重創美國的經濟 如果你制裁華為 這個說法是不合理的 短期當然是會受影響 但是長期呢 手機的需求還在的時候 其實這個我一個月前已經講過了 你只要手機的需求還在的時候 他們會轉移了消費去小米啊 Opro啊 這些地方 Samsung啊 LG啊 其實對美國的半導體的供應商 它最後的生意呢 可能是會恢復到七七八八的 當然呢 還有一個經濟學的問題就是 就是華為如果有創新能力 你透過新的創新可以增加需求的 這個是一個可能 其他可能創新能力沒有它那麼高呢 就是對創造性的需求呢 也可能也沒有那麼大 這個是有這樣的機會發生 但是對於美國的經濟 是不會像金燦榮所說的重創 反而呢 在內地有一些說法就說 喂 對美國的經濟其實不需要那麼依賴 美國加關稅 我們還可以做歐洲市場 還可以做一帶一路市場 但是它是一個很基礎的經濟常識 就是做生意的常識 如果一家廠 它有三分之一的生意是對美的 那麼三分之二是對其他東南亞 歐洲、澳紐、美加毛、澳紐這些地區 那麼由於它對美的生意是佔了三分之一 而美國徵收重關稅的情況下 它不只是考慮搬走那三分之一 它很可能是會搬走那100%的生意 去越南的地區 因為第一 中國本身呢 工資已經比當地貴了 第二 剛才說過 你打壓 如果你嚴厲反擊下產業鏈搬走 你搬去其他地方 也會容易做生意 容易拿到你的材料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不只是那三分之一 是100%都可能會搬走 它最多就是 中國生產的那些留在中國 其他地區生產的那些就會搬走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不像那些鷹派所說 對美的貿易其實很有限而已 我們靠13億市場都能夠養活 這個說法絕對是錯誤的 不過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 特朗普呢 他不僅是中美爭霸 他這個人的性格就是相當奇怪 就是一次過辣著所有的火頭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他對當日 麥克龍 或者馬克龍 譯了 就是跟他拋出橄欖枝 說大家可以一起施壓 聯手對中國施壓 他是拒絕了 歐盟跟他談關稅就談好了 大家不如減關稅吧 減到一個位置的時候 歐盟說不如大家 汽車零關稅 他就反口 因為他就明白 如果汽車零關稅 絕對不夠德國車競爭 美國車的質素 是比德國車相差太遠了 那麼現在呢 特朗普突然是把矛頭 指向了豐田 就認為以國家安全為由是打豐田 不過打豐田呢 就是 是不是給中國一個契機 其實你可以聯結日本 以及其他國家 一起做一些反制措施 如果他制裁豐田 那豐田就零關稅入口 其實如果美國要制裁豐田的話 對美國是相當愚蠢的 因為豐田不是華為 豐田在美國有49萬個正式聘請員工 他的相關產業鏈呢 聘請的員工加起來是近8萬人 對美國的GDP影響極大 而且豐田呢 是日本生產的 日本版去美國 其實運銷只有20%多 他大部分都是在北美生產的 在墨西哥 在澳洲 其實鋼琴業是一樣的 Yamaha 它有分很多的版本 日本生產的Yamaha 當然質素比較高 但是 去美國販賣的Yamaha 運銷的Yamaha 其實很多都是在墨西哥生產的 就是便宜很多 而墨西哥和加拿大和美國 是簽了美加墨生的自由協議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特朗普是完全 漠視了市場經濟的運行方法 純粹是用他個人的喜好去行事 那麼這個 很可能貿易戰呢 是有轉機都不知道的 也很難說 會不會像當日中興那樣 突然間又用其他方法和解 派一些人去管 就是去看中興的數目 那麼對付華為 或者對付豐田呢 這個不知道的 但是如果這樣不斷地 辣著火頭下去 第一 明年會不會連任到 第二 即使連任到 他的盟友會怎麼樣呢 這個也是很難說的 如果特朗普是聰明的 懂得合縱連環的 其實就是應該要團結 固有的盟友 包括日本啊 歐盟啊 甚至乎拉攏新的盟友 好像當年尼克遜 就是為了打擊蘇聯 就是拉攏中國 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你拉攏俄羅斯 那麼這個如果兩國爭霸 就必然有絕對的優勢 但是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中國能夠 就是 韜光養晦 放棄那些 就是過去那幾年 不斷說中國夢啊 強國夢啊 大國國興啊 你是願意跟 就是 除了亞非拉之外 韓國、日本、歐洲、加拿大 這些地區呢 零關稅 主動拉攏他們 引入他們 那麼在今天的情況下 就是 中美貿易戰 六死誰手都未可之也 Anyway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請大家訂閱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已訂閱的朋友 下面有一條link 就是我一個收費平台 Pressplay 那麼一個月 一百二十塊台幣 三十元的港幣 就可以支持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繼續營運下去 請大家踴躍支持 最後我就講了一個笑話 這個笑話是幾年前聽的 幾年前有內地的學者 你可以查一下名字 他就講那個理論 他說 Microsoft 一直多年來容許中國有盜版的情況 其實就是陰謀來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那麼這個陰謀呢 就是導致我們中國不能夠研發自己的電腦系統 拖慢我們中國的高科技的發展 那麼這個就是 就是相當積極樂觀的 這個也是唯一的方法 令我們在接下來這麼嚴峻的環境下 有一些鷹派的人可以樂觀一些去看問題 那麼我再之前講過了 WPS是抄襲Microsoft Office 那麼有些人說他得到微軟的授權 那麼這個當然我查了一些資料 就是內地的媒體是這樣說的 但是你看回英文的資料 或者繁體字的資料 我就還未查得很仔細 那麼但是呢 這個WPS是97年呢 就開始推出的 那麼我用Microsoft Office 我沒有記錯應該是95年開始用的 那麼就算如果是授權呢 你說當年授權 那麼現在是不是授權我都不知道 但是現在呢 新的WPS的Office 那個版面排版是和這個Office 365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如果授權是受到一模一樣的 那麼我就不明白為什麼要授權 那麼這個是要有待考證 那麼無論如何 多謝大家提供資料先 講到這裡,拜拜